哎 你干嘛 牧主这里面有事了 哎 你走开 你知道我是谁 哎 那这样 好 那明天后天就把钱给你补上 哎 好嘞好嘞 好 那就这样 你怎么来了 哥 见你一面太不容易了 给我好一点人 别闹了 什么事啊 这么开心 挣钱了 还是哥了解我 年前那个几百万的项目 下来了 行啊 兄弟 有出息了 走走 出去喝点呗 哎 哥 你坐 先坐 我这手里这么大个项目 哪有时间陪你喝酒啊 那你这次找我来吃 哎呀 你就别装了 知道你最近困难 啊 给你三十个 不着急忙啊 兄弟啊 多了我不说了 往这时刻 还得靠兄弟啊 哈哈哈哈 今天不能走 吃了饭再走 来 喝糖 快四十 什么啊 我说 借你三十个 还我四十个 行 兄弟是兄弟 规矩还得是规矩 我懂 我懂 欠条就不用打了 回头啊 把房产证要我这 神殿啊 不是过了年 你总得给我一个保障吧 要不然 我也不敢借啊 行 得了 密码六个六 明天把房产证说我呢 走了 走 哎 孟总 你猜我刚才在楼下遇到谁了 谁啊 就是前几个月找你那个 叫什么缘 你说的是亲缘吧 对 就是他 我的老牛啊 亲缘现在可不是你们叫的 人家现在可是大老板 大什么老板 我刚才在楼下 看到他在送外卖 人家饭弄咋了 对 就他那个德式 还什么大老板 还抢你那办公室 我说孟总能让你到 背着一枚 好了 Corner 这一份 看出来 就行了 好 这一份 对 我快去看 就是 对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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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